我们来看这个for循环的第二种格式啊 第二种格式的话 作为一个了解即可啊 因为在第二种格式去 它主要就是做匹配的一个操作 就是通过for循环 然后拿上我这个呃 变量名通过印啊 印的话就是匹配到后面的这个值 然后匹配到的情况下啊 然后让它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说for变量名 然后还是通过印 关键字啊 来去做的一个啊 匹配啊 for变量名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每一个值之间 是用这个空格给隔开的啊 空格隔开的 然后珠和蛋之间 写的是我们的这个程序段啊 就是让它循环去做的啊 做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格式也简单记一下吧 记一下 让大家看看 我们的这个项目有点开的啊 我们从这个项目的这个项目看到 它是一个颗的项目的 让它有什么类似的啊 在这个项目的当中和同和一样的项目的 可以 我们现在可以 我准到一个项目的看 先上不用去记它 就记这个基本的个事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对于第二种格式啊 第二种格式它的一个写法 咱简单还去做一个操作吧 就还输出我们的这个 一到五之间的啊 这个数字啊 反正的话啊 还进入了咱们这个CD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脚本当中 然后呢在这比如说是V 然后这个Fallup啊 Fallup点我们的这个SH 然后的话我们把节目化 然后看到反写到我们的这个 并反写到我们的这个SH啊 然后的话也就是说是 你看在这去写的时候的话啊 我在这比如说写上一个Fall 首先这是不是写到 我的这个学环变量了 对吧 也就是一个I 然后这个I的话 然后呢通过印来进行匹配 我匹配的话 是不是要匹配什么12345 对吧 也就1空格2空格3空格4空格5 对吧 然后呢这时候的话 也就是说是 匹配到匹配成功情况下 然后呢这时候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都和蛋之间 是不是去写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让他做一件事情 我去让他去输出吧 行吧 DCHO 然后我这个Dollar Dollar I 然后的话我们来去运行一下啊 ESC 然后冒号WK我们的这个 感叹号啊 然后反写刚B 反写刚我们的这个Bash啊 像我们这个Fall2点 我们的这个SH啊 然后回上 回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他是不是通过拿上我这个变量 也就是用我这个变量名字 通过印和我们的这个数字来去做匹配 你看没匹配一个 是不是就把它给 是不是给输出出来啊 对吧 这个格式的话啊 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比如说啊 假如我考试 我说哎 大家用第二种格式 匹配一下一到一百的之间的数字 不 为什么一个小时 能不能花一半的时间 都在去写这个 是不是一到一百的数字啊 对吧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没写一个数字 中间是不是就 是不是空一格啊 对吧 这是啊 这是第二种格式啊 了解其可啊 最重要的话 就是记住第一种格式啊 第一种格式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 就是在讲这个 包循环的啊 最后的这种格式啊 明天直播在这 有一个追事项二 大家来去看一下啊 就是当我的这个度 这个观念词啊 和我的这个fall 他们俩放在 一行上面来写的时候啊 你还要求我们就是说 在这个度前面的话 要加一个什么来的 是不是 刚好 对吧 你比如说在这给了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fall 然后变量的名字 然后印 后面匹配的值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我的度是不是在第二行上面来写的 对吧 但现在呢 我放在了第一行 放第一行的时候的话 就是说度前面去加上一个分号啊 加一个分号 把它给分隔开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fall循环的第二种格式啊 第二种格式啊 这个我就不再给大家时间 在路来去练了啊 我们来看啊 也就是对于在脚本当中的啊 最后一块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的话啊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个方法 不是这个说法的话 它也叫做一个方法啊 它其实这个函数的一个实现 或者函数的一个声明的话 它也是用来我们所说 解决某一件事情啊 因为我们本身的话啊 你看在这儿 大家先把它转换过来 这个概念啊 函数的话 也叫做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方法 我们以 我们去提到这个方法的话 脑子第一反应的话 就是用来说 哎 这个方法 是不是用来解决某件事情呢 对吧 其实也就是说函数的一个声明 也是用来解决某一件事情 只不过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可以理解为 就是说一个函数 或者一个方法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功能一样啊 比如说我这个方法 是为了完成 比如说是计算 计算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我这样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是 为了完成我这个 修改的啊 修改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也就是这个函数的话啊 需要大家去稍微转换一下概念 值得就是我们平时 所说的这个方法啊 你看在我们这个拜事当中 这儿不用去解啊 先不用去解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拜事当中的话啊 它和其他的编程语言 也是一样的 也都支持我们的这个函数 或者方法 这个主要大家 比如说以前有了解过 加万或者C方面的话啊 他们在去 就是开发 他们在去完成某些功能的时候啊 几乎每一个功能模块的话 都是声明一个函数 或者声明一个方法来实现 这个其实到后期的话 大家也会经常去接触到的啊 也就是说 只不过函数的一个使用啊 一般是在编写 我们所说就是大型脚本当中 才去使用到的 像我们平时 比如说是进行一些 简单的操作的话啊 也就是直接来写就可以了 没必要说 再去单独声明一个方法 或者一个函数的啊 只不过我们说这个方法 或者函数的话 你看它可以将我们的这个 摄要脚本 你看划分成一个个功能 相对独立的一个代码块 就好比比如说 我当前这个脚本的话 需要完成四个中文化测试的 一个操作 那这四个中文化操作的话 我可以比如说一个操作 我可以放一个方法 比如说这是函数一 然后这是函数二 然后这是函数三 然后这是我的函数四 比如说第一个函数的话 我是为了检测 也就是说这个加法的这个功能 然后第二个函数的话 我们说用来检测我们的这个乘法 第三个的话 我们说是这个比如说除法 然后或者还有一个 我们所说减法 就是每一个函数的话 它都对应着一个模块 也就是说去测一下 假如这是测一下 我们这个计算器的 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那我在预测的时候的话 我首先把加点乘出 这四个基本的功能 我先把给 让它编写成四文化脚本 让它去执行一下 那在写的时候的话 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模块 我可以去生命一个方法 或者去生命一个函数 来进行完成的 然后的话 也就是说 它在对于我们在小脚本当中 也就是说生命出来的 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说使我们的这个代码 相对来说就是分模块化 来进行的 它的结构 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 比如说我看到某一个函数 或者我看到某一个方法 我就知道它做的是一件 什么样的事情 而且还有效的去减少了 程序的一个代码量 因为相当于这个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 就是分模块化 来进行一个操作的 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 对于函数的函数的一个描述 大家把这一句话给记下来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什么是函数 就就要画红线的 其他的不用去记 什么是函数 就是将小脚本程序中画 翻成一个一个功能 相对独立的代码块 对于函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于函数 感谢观看 刚刚的话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就是说我们对于BICE 它作为一个解释性的一个语言 就是说它在对于函数使用的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它不会像我们说Java或者CIA加 或者PASS里面 就是说函数的一个多样化 就是说几乎每一个功能模块 都可以用来用函数 函数的话就是相对来说 会它的一个执行效率 或者它的一个操作效率 会提高很多 但是在我们这个BICE里面的话 其实也就是说对于函数的一个使用 相对来说 相对其他编程来说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执行效率会偏低 也就是说为啥会说它偏低的 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 对于它这里面函数的一个声明 它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也就是说它整体的一个架构 架构的一个声明 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 比较单一的 这是我们所说就是对于函数的 函数的一个声明 函数的一个声明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对于在Shell当中 它的函数函数的一个定义方式 或者它的一个格式 它的格式的话只有两种情况 其实也就是说是 就多了一个关键词而已 第一种情况就是前面加上一个方格式 这个方格式的话 它这个单词翻译过来 是不是就函数的意思 对吧 然后呢 方格式然后空格写上函数的名字 然后小括号扩起来 记清楚函数或者我们的方法 最重要的一个符号 就是这个小括号 就小括号 但是小括号里面 就是什么都不用去写的 然后的话就是小括号扩起来 然后再来上一顿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写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函数体 或者你也可以写就是方法体 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 声明了一个函数 或者声明一个方法 既然把这个方法声明出来的 以Ig的话 是不是要让我这个函数 或者方法是不是去解决某件事情的 对吧 那它解决某件事情的一个操作 就放在我们的这个中括 而不是这个中括 是大括号里面来去写的 来去写的 这是它的第一种格式 第二种格式的话 其实就是前面就是 不要这个 对这个方格式 所以说大家在这儿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方格式 加上一个中括号 对吧 这中括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可写的 对吧 也就是这个观念词 写不写都可以的 只消息一种格式就行了 然后来上一个中括号 就行了 就行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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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一种格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于这个函数的一个声明啊 咱先去简单啊 简单去顺名一个函数啊 比如说这个说的话 无规矮啊 然后写一个FUN 这个是01啊 表我们的这个SH啊 进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请号感叹号 然后反歇杠定 反歇杠我们的这个 代史啊 比如说咱先去顺名一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先写了我们的这个方克式了 对吧 FUNC TLN 方克式的话 然后后面写上我们这个函数的 名字啊 比如说我这个函数名字的话 随便给大家起一个啊 比如说是一个C啊 然后呢 这要说的话 是不是来上一堆小括号 对吧 在这个小说写上之后的话 再来一堆大括号 然后呢 在这个大括号当中的话 我们说是 比如说他简单就做一件事情 他去做一个输出吧 起码咱去输出一个 我们的这个 Hello World啊 Hello World啊 这个就先简单去生命这个函数啊 让他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样的话是我的函数是已经生命完成了 对吧 这是第一种格式 第二种格式的话 我们说是不要我们的这个是不是方克神 对吧 然后的话 比如说我写一个S啊 S的话 然后扩好扩起来 然后呢 在这里面的话 咱们去做一件事情 就来一个输出语句吧 我们说输出我们的这个Testing啊 Testing我们的这个1803啊 就输出这 你看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在我这个脚本里面 是不是生命了两个函数啊 对吧 生命了两个函数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就说 我怎么去调用这个函数 或者怎么让我这个函数 是不是来去执行了 对吧 它的一个执行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就是在我们的下面 你看函数的一个执行 直接写上函数名就可以了啊 也就是说 你比如说调用刚才 我的这个C函数 那我就直接写上一个C就OK了啊 也就是函数名的一个 函数的一个调用啊 直接写上函数名啊 你看直接使用函数名称 即可调用某个函数啊 就叫某函数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对于它的一个执行啊 它一个执行 现在回到这里面啊 往下来看啊 它这个这个执行是在下面啊 是在下面进行调用的啊 在下面的话 比如说调用我这个C对吧 然后再去调用我这个S 然后的话写上之后的话 我们ESC啊 然后冒号WQ我们的这个 单单号啊 然后去编译一下我们这个B 然后的话 它是败事写上我们的这个 叫MFUN 然后01点我们的这个SH 然后回车走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输出了 我这两个函数 是个左报函的内容啊 对吧 也就说是Hello World Testing1803啊 这个它的一个执行 它一个函数的 你看从它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声明 然后的话到它的一个调用啊 你看也就说 当我去交给我的办事解析器 去解析的时候的话 它其实是直接去解析的 也就先上来读取的是我的这两个啊 调用的这两个函数 一个是C 一个是S 然后调用到C的时候的话 它是不是要去找这个C 这个函数是不是对应的内容啊 对吧 也就是这个方法 让它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啊 然后找找找找到这个C 这个方法了 找到这个C方案之后的话 发现这方法里面就做了一件事情 是不是输出的是Hello World 对吧 然后给输出出来 然后呢 调用我这个S的时候的话 我这个S这个函数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跑到这了 对吧 跑到这之后的话 输出的是这个Testing 这个1803啊 最后的话会把这两句话 给输出出来的啊 这其实就是在 在摄像脚本当中 我们说函数的一个声明与调用 是不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啊 对吧 也就是而且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结构的话 就刚才我说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啊 没有说太多了 复杂的啊 复杂的一个操作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 也就是对于函数的啊 函数的一个声明啊 两种方式啊 选择哪一个都可以啊 选择哪一个都可以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这个啊 这刚才函数说明我先不给大家时间去练习啊 咱先来看这一块啊 这个讲完之后再给大家时间去练啊 我们看在这个函数当中啊 我们用来进行我们参数的啊 参数的一个传递啊 参数传递 这个的话先不用去记啊 我们一起来去分析一下啊 分析一下啊 大家先来看这个脚本啊 所包含的内容啊 这个你看先不要看下面这一块啊 看上面这一块 这一块是不是咱一直是不是在经常去使用的 对吧 是不是声明了两个变量 是不是一个是AA 一个是BB 然后也就说是给它是不是负了两个值啊 负了两个字符串 对吧 其实也就是说对于变量的话 这个AA和BB的话 在这的话它其实叫做全局变量啊 什么叫做全局变量呢 也就是说它出现的 全局变量出现的位置很好理解 只要不在我函数当中包含的变量 它都叫做全局变量啊 全局变量 也就是说对于全局变量的一个声明的话 或者全局变量的一个使用啊 在我整个脚本里面 我都可以去使用它 或者都可以去调用它啊 言外指引一下我们从接触脚本开始声明变量 一直到我们今天所写的时候的话 我们声明的变量 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啊 全局变量的啊 也就是说在整个脚本里面 从它声明的位置开始 我都可以去调用它啊 这也就是说这是全局变量啊 我给大家去写一下吧啊 我放在这啊 也就是说对于变量的话啊 在函数当中我们说变量的话分为两类啊 第一类的话叫做全局变量啊 全局变量 它出现的一个位置啊 也就是说在脚本中 函数 在脚本中 然后函数之外啊 函数之外 这是它出现的位置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顺便把第二个分类也说了 第二个分类的就叫做一个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啊 局部变量的话 它出现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只在我们的这个函数中啊 就能在函数中 这是啊 这是我们的走法 其实对于变量啊 它的一个描述啊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你看在这儿的话啊 我这个ABB是不是就是一个全局变量啊 对吧 因为它出现位置就是在我的这个脚本之中 是不是函数 是不是之外啊 对吧 也就是全局变量 然后呢 这是前两块不再去说了啊 然后第三个的话 是不是写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不是叫做 是不是内嘛 对吧 它说内母的话啊 你看在这个函数当中 我们做了几件事情啊 你看第一件事情的话 你看是不是来 这儿有一个CC和DD 是不是两个变量呢 对吧 这个CC和DD的话 其实你看 也就是说在这儿前面加了一个 是不是local啊 对吧 这个local的话就代表着 你当前我的CC和DD是声明了两个局部变量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使用的话 只能在哪里面去使用了 也就是说只能就这样 是不是只在我这个函数体内啊 对吧 也就超过我这个函数体 你说我想去使用CC和DD的话 我是没办法去使用的啊 也就是局部变量啊 我在这儿给大家也去写出来吧啊 也就是说局部变量的声明 也就是说是在函数之中啊 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啊 也仅限在啊 也仅限在函数内部啊 内部使用啊 一旦出了函数 我想去调用它的时候啊 我是用不到的啊 用不到的啊 全局变量不一样啊 全局变量的话 我们说是在脚本啊 脚本任何地方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调用 都可以使用啊 也就是从它声明开始啊 然后下面在整个脚本里面 我都可以去使用它 在我的函数里面 也可以去调用我的全局变量啊 这是他们的这个作用范围啊 要明白啊 刘邂载转转转转转转称 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回到咱这个脚本当中 也就相当于我在这 生命两个局部变量 一个CC一个DD 分别是不是就给它复制了 对吧 复制之后的话 你看在这的话 大家来看 你看EC抽 $AA $BB 这两个的话 我问大家能不能输出出来 是不是可以吧 因为我AA和BB的话 是不是一个全域变量 对吧 全域变量的话 我们说从它声明 位置开始 是不是在任何地方 是不是都可以去调用 对吧 那么在这的话 肯定是可以输出出来 那我EC抽$CC 可不可以啊 是不是也可以啊 因为它本身就在这个 函数里边 是不是包含着 对吧 然后呢 这个return啊 先不用去管它 先不用去管它 这个说的话 它是 这是代表是返回 这个return的话 代表是返回的意思啊 也就是说是返回是一个零 这块先不用去管 先不用去管 那这个说的话啊 大家来看这一块 在我的函数外面 你看又做了一个输出语句 它输出的是谁来的 $DD 我问大家能不能去输出 这个$DD 为啥呀 是不是DD的话 它是不是一个 结果变量只在函数里面的 对吧 咱来去写一下啊 我把这个给退出来了啊 我再去重新写一个 然后FUN02点 我们的这个SH啊 然后的话 我们的减号 赶他好 然后反斜钢B 反斜钢我们的这个BIS啊 然后呢 我先去 我在这给大家去想备注吧 这个是定义这个全局 定义啊 定义两个全局变量啊 变量就说A等于 我们所说这个是 给他一个 Z4A字 然后呢 我再来一个B 然后呢 给他一个 一句话 就是Z4A字 然后一个B 一个B 当定完成之后的话啊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接下来的话 我在这去声明一个 我们的这个函数啊 声明一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话啊 我在这去写上 我们的这个方克式啊 FUNC TLN 我这写一个 FUN吧啊 然后呢 括号括起来 这个括号 什么来着 FUNC啊 这这是TLN 对吧 也就是T TLN啊 然后呢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的话啊 我这去做一个操作啊 我去声明两个 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局部变量啊 对吧 也就是声明 不是声明 声明啊 声明两个局部变量啊 我们两个局部变量 那在这的话 我们说接着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Local 对吧 LCR 比如说是C 然后等于 给他一句话 我们说是 呃 This is 然后一个C啊 然后再来声明第二个 我们的这个 呃 Local 然后D 然后等于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 This is 我们的这个D啊 声明完成之后的话啊 那现在的话 我们来去调用一个输出啊 我们去做几个输出的一个操作 首先的话 你看我在这去 写EC抽 输出我的这个Dollar A 可不可以啊 是不是可以 对吧 然后呢 我在这我就不写第二个啊 然后我再去输出一个Dollar C 是不是也可以的 对吧 然后呢 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我在这个函数外面 我先就写在这吧啊 咱们去运行一下啊 然后 ESC 然后帮好 WK我们的这个 感叹号啊 然后反显告我们的 BIN 反显告我们的这个 30啊 30 然后呢 我们说是FUN 然后02点我们的这个是吧 SH对吧 然后回车 哎 哦 没有 看 没有输出啊 我有没有调用呢 是不是没有啊 对吧 我这函数是没有调用啊 所以说它没有输出啊 那我在这儿的话是不是调用一下写上一个啊 FUN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然后ESC 然后帮好WK我们的这个感叹号啊 然后再去编译一下啊 然后走 因为这样说的话 是不是就是VCV和VCC是不是就输出出来啊 对吧 通过函数的调用 让它去输出这两个变量所定的一个值啊 那接下来的话啊 你看我在这儿啊 我比如说啊 在下面这一块的话啊 我让它去输出 VC抽比如说是输出了这个到了到了我们的这个D 我在这儿的话啊 大家可能去保存一下啊 啊 明天走 你看 有没有输出出我这个D啊 是没有啊 对吧 因为我这个D的内容是属于一个局部变量 我没办法在函数外面去声明的啊 去声明的啊 这是啊 这是需要大家去明白的啊 那我在这儿的话 比如说我要改一个这个啊 VC 我这儿ECHO 比如说我这儿改一个Dollar Dollar我的币的话 这是不是就没毛病了 对吧 因为我这个币本身就是一个全局变量啊 然后再去一下走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一定要去明白啊 我们说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它生命 第一个生命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的话 要明白它的一个作用范围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就是对函数的啊 一个操作 我在这儿的话啊 先暂停一下 大家把这块啊 也去尝试一下啊 小事 我先暂停一下 我扶起了一个